今天很高興露露哥來到牛奶爸的工作室 好 現在請教一下露露哥 你平常工作主要服務項目是什麼 主要服務項目 等一下 這是要說 這是七彩港還是 七彩港 七彩港 完全那個 我們兩個了 早上四點半到七點左右 這麼早 就是做農場的工作 所以幾點要起床 四點半 五點四點半 四點半就起床 哇 好早 目標是五點到露場 到露場 開始工作到七點左右 八點 露場什麼路 跟大家講一下 我是天府露場 然後以台灣水路為主 台灣水路 然後營業項目主要是 鹿龍 鹿龍 鹿龍周邊產品 然後賣小鹿 陳鹿 鹿也有賣就對了 鹿也有賣賣 不是梅花鹿 不是台灣水路 台灣水路 真的鹿喔 真的鹿喔 真的會跑的 不是小鹿亂撞 對 然後八點過後 原則上是以裝潢為主 裝潢 然後我是學木工的 人家多才多藝啊 噴起來 學木工還會仰路 奇怪 這個很挑通 對啊 就是因緣際會啦 就是有一次被設計師 同一年倒了快一百萬 所以 同一年倒了快一百萬 對對對 然後 所以又有那個機會想說好啦 要不然轉投資看看 不然這樣裝潢就不要做了 對 那在做的 在仰路的階段裡面 怕沒有收入 所以裝潢要繼續做 噢 才賺錢來買路 噢 所以以前本業是做裝潢 本業是做裝潢 噢 然後後來才學會什麼去仰路 這樣 來學會仰路 那現在仰路的收入有沒有搭過裝潢 還沒有 哈哈 還沒有 但是兩邊收入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感覺起來 還可以 所以做的蠻好的 嗯 做的蠻開心的 蠻開心的 不過蠻累的 哈哈 我看你非常強壯 你看你把手取起來看一下 你看對比一下 他的拳頭比我大這麼大那麼多 手這麼粗壯 所以以前就是身體很健康 對 醜做人也不要記 然後吃了鹿龍之後又更健康 對對對 你今天一對一有沒有打算來問什麼問題 一對一 就是來瞭解你的產業 我的產業 沒有完全陌生的地方 好 跟我的 領域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在這方面我真的會安全嗎 因為你以前的工作其實也不需要用到電腦嗎 其實有學過AutoKit 畫圖 畫圖 畫圖就這樣 對 所以你裝潢不用畫圖嗎 用小朋友畫 用小朋友畫 對 就是有員工幫你畫好 沒有 就請人家畫 請人家畫好 對 然後你就去施工這樣就配了 對 就施工 就是原則上就接設計師的樣子 或者是 如果自己接需要畫圖的話 對 就有配的設計師 對 一張 如果 平面圖 一份大概多少錢 對 神力圖 一張大概多少錢 OK 好 接下來太神錄了 我們就把它卡掉啦 錄到這邊 好